我覺得進步很多 有很多市集 有很多觀光景點 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愛潮州 各式各樣的文創市集攤位 表演活動 還有小朋友最愛玩的釣魚遊戲等內容 都在連假於潮州日式歷史建築文化園區登場 上有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前往參與 親子共遊 潮州政公所強調 此次端午連假特別將遠距時間延長到晚上7點卷 希望提供給大眾更好的旅遊體驗 我們配合四天連假的活動 晚上開放到7點 那因為現在太陽比較大 那大概下午的時間適合大家全家一起出遊 我們一起到潮州來遊玩 那當然在連假期間 我們有台鐵 火車 那還有我們的U-bike 雙鐵旅遊 無炭觀光 不少參與活動的鄉親有些是遠駕他鄉後 返鄉才知道潮州市不僅改變那麼多 還越變越進步 紛紛表示欣慰 也希望未來能多帶孩子到園區來玩 我覺得潮州改變很大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沒有這些東西 今天就是主要帶小孩子來這裡觀光市集 因為他們沒有來過 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玩還不錯這樣 因為還滿多文創的 它還有小朋友互動的遊戲 潮州鎮公所強調連續假期 安排了眾多好康節目及活動 歡迎有興趣的鄉親都可以透過親自去店公所 或是官方LINE群組 或是臉書搜尋潮州日式歷史建築文化園區粉絲專頁 即可掌握最新資訊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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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